美國聯邦航空總署飛航公告系統停電 當機 造成全美空中交通大亂 直到十一號的上午九點 尚未完全修復 只能逐步恢復 東岸大約有一千兩百個航班取消 超過七千八百個航班延誤 白宮最初是表示 沒有證據顯示遭到網路攻擊 美國總統拜登以下令調查 在美國佛州奧蘭多機場 已經登機的旅客被請了下來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飛航公告系統 NOTAN發生史上首度當機事件 美聯社報導指出 該系統十號晚間八點二十八分故障 各地機場的飛機在地面滯留數小時 數千航班取消延誤 聯邦航空總署下令航空公司 暫停所有的國內航班 國外航班也受影響 隨著逐步修復 總署取消停飛令 不過預估衝擊仍在 根據航空分析公司瑞斯域的數據 預計十一號有超過兩萬一千個航班 起飛 大部分是國內航線 約一千八百四十個國際航班 將飛往美國 芝加哥洛杉磯 紐約籍亞特蘭大機場 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航班被延誤 飛航公告系統 NOTEM專門負責通知 例如在航班起飛前 飛行員及航空公司調度員必須確認 飛航重要資訊以例通知 包括天氣 跑道關閉 鳥類危險警告或附近有無施工障礙 以及其他可能影響飛行的訊息 以前是電話系統 現在已轉為網路系統 美國航空界早有飛航公告系統 NOTEM過時老舊應該太快的聲音 儘管過去一直認為該系統還算可靠 這次故障發生在耶誕 跨年旺季之後 也是往年飛航的淡季 不過航空公司表示 目前搭機旅行 正逐漸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 需求量仍高 公視新聞黃玉玲編影